共享单车 共享行动电源 共享经济全球发酵 现在在中国连员工都能共享 共享工程师可以同时来承接 很多家公司的项目交付的过程管理 那我同时在做的项目量的话 能到六七个到七八个左右 共享员工不会跟公司签固定合约 而是针对个别专案短期合作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熟悉 我真是服了这么汉语言大师了 不就是外包吗 包装的这么好听 换个名词突然变高级 中国央视报导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科技型公司 使用共享员工模式 人力成本因此降低了5%到10% 员工薪水也有机会上升40%到50% 公司成本降低 员工收入提高 乍听之下是双赢 但仔细想想不太对劲 这句话我换个说法 是不是我都做了四五份工作 说五只增加一半 说白了你们要卷 好那就让你们卷 以后劳动法就不用了 需要人就叫人来 不需要了不用理由 也能直接把人踢走 没有劳保健保 专案出事了 还可能要被黑锅 风险都在你这 遇到欠薪抵赖的时候 项目撤销的时候 资金链断裂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你不受劳动法的保护 你只能是打官司 经济环境不景气 中国卷出新花样 各大企业硬是挤出 求生之道 代价是牺牲劳工权益 夏丽新闻 刘绝宇报导